我們要相約是做一個 我們兩個 一美約起來 我後來才知道有年輕人是為了敢流行 帥 去冠女生 出事情就一點都不好玩 冠女生 哈囉大家好我是恩莎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特別懸的地方 而且只有高人 才能參透你生命的一個地方 我跟你講每個人生肖 星座跟生日都可能一樣 可是手相面相絕對會不一樣 像我之前有一次去看那個點字 這邊有一顆字跟陽澄雲相反的 那代表什麼 箭 那我們歡迎今天的新來賓 小楊 嗨美女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香 目前是這一組的 也是美妝部落客 可以記得追蹤我喔 你的IG在這邊 有什麼問題嗎 都可以問我 我想問一下你的三尾 三尾嗎 因為我剛剛也看到 我想說哇靠這個人是來踢我管的嗎 這真是 那我翻擠一下 沒關係我已經別麥克風遮住他了 三尾嗎 三尾嗎 三尾F24跟35 F欸 我也有F你知道嗎 知道 在哪裡你知道嗎 後面嗎 找不到是不是 是我的屁股 是我的屁股 他如果說你這輩子不會結婚 我就會覺得 好我人生就這樣 你就是要吐過嗎 我吐過嗎 他說不行就是擠給牙看 真的假的 不要再放棄 好那你知道我們現在要算什麼嗎 算手相跟面相嗎 對沒錯 你之前有算過手相跟面相嗎 沒有欸因為我算流年 流年是不用手相面相嗎 不用這樣你的進程就可以了 其實我也沒有算過手相 但我每次自己看 人的手相好像每半年就會變化一次 那我覺得我現在應該是 因為是運啊 運是會變的 但命是不會變的 那我真的是不會算命的一個人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要進去找老師啦 Go 嗨老師好 你好喔 老師我們今天要來算我們的 命 不是算運嗎 命就是你先天 年月日時 就知道你先天的命 那運就每年不一樣 所以我常常主張 算命就是看人生的氣象報告 我們一定有好運有怪運 所以命 一講命跟運其實都對 啊兩個加起來就是我們算命的目的 所命相就更特別了 所命相每個人都是單一獨一無二 啊獨一無二 雙胞胎也不會一樣 臉型於外 啊手是比較型於媚 我們一樣要看形狀 有的人臉圓長 這個比較方 我想問一下是 你要說男左女右 那我們看手相是這樣子嗎 其實以我們上面來講 假設我們都用右手做事 哦 那右為大 三十歲以後 這個就是後天 那我如果是左偏側 那我就會以這個為主 以這個為主 走向裡面 我們有三條主人 生命 智慧感情 先講形狀 再講氣色 基本上 手比較秀長型的人 智慧美感比較好 心狀以外的氣色 你是比較白 嗯 那你不是黑 你是比較深的顏色 比較黃 所以如果用氣色來講 你可能就比較要注意 乾功能 排毒 不要過勞啊 熬夜啊 那香香你有點 這個叫段長 段長的意思說 感情跟智慧連在一起 你兩手差距很大 像恩莎就差距比較不大 表示香香你 有一點點雙重性格的表現 不是不好 讓你了解你自己的特質 但是段長有個好處 他就是說 段長的人 他決斷率比較好 那學東西比較能堅持 尤其是女生 段長人比較成為女強人 再來化妝可以看面相嗎 你是怕妝容都不一樣 對啊 妝容都不一樣怎麼辦 但是臉你如果 鹹或你的眼型 它有幾個點差太多 所以 適度的化妝跟美容是OK的 如果對你的 運勢 你的 心情 我覺得你適度去改 沒有關係 如果你是去微整形 然後矯正牙齒的話 是會改變你的運勢的嗎 其實是會 它也是一種狀態 會影響運勢 我們臉先分等份 如果依比例來講 額頭是指30歲之前 對30歲以前 眉毛到鼻子的 30到50歲 那鼻子以下就是50歲 老年以後 男生在傳統的命相 比較注重額頭 因為額頭是棺木工 下巴是比較指 內在的福德 你的家庭關係 子女關係 人際關係 所以如果 女生比較重視這個 所以如果 吃得越胖的話 人際關係越厚 那因為你現在年輕 其實到35 40歲 自然下巴都會比較遠 那基本現在看 你們兩個下巴都有肉 你兒子下巴不要太尖 所以不要結實過字 變瓜子臉 瓜子臉不好啊 瓜子這個字 你們看起來像什麼 不孤 對 鼓都不好 可是現在女生都完全 做醫美 把它就是想 瓜子臉耶 攝像美 跟我們看命相的 人家挑媳婦 我們都在挑女生 下巴有肉 淫然的 我們今天 會幸福肥啊 對不對 好不好 IG 你們兩個額頭都還門平整 沒有什麼坑啊 疤啊 紋路 都還不錯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就是說 額頭是看30歲以前運 所以很多人都說 不要把額頭遮起來 我是建議說 除了是小朋友 四肚有點瀏海 或四肚膀分 所以這樣可以嗎 對可以 不要太厚 因為太會把你的官路功遮住 接下來鼻子很重要 對 鼻子在我們臉型的正中央 它代表三個意思 財 第二個健康 第三個夫妻關係 像香桑的鼻子 漂亮 有財有褲 鼻翼是財庫 可是我只被人家說鼻子很醜耶 然後我都會想去把它弄鼻子 不會耶 我想問問 因為現在是人家說 病理的美 跟現在醫美的美是不一樣的 那我想說要怎麼取一個 一個叫 一個叫 衣相面來講的 有肉 氣色好 肉本身 就是柴的意思 老師我臉上有一顆痣耶 所以痣要點到要先算命嗎 那我建議一個 以命相訣來講 眼睛四周 跟鼻子上不要有痣就好 真的假的完蛋我有痣 你鼻子上是有痣 你鼻子上是有痣 真的怎麼辦 鼻子上有顆痣 然後我就建議你點掉 臉還是乾乾淨淨 你不要有痣有痣有痣 有疤 都比較好 那我去打雷射 我們要相約是左右 我們兩個 或者是 英美約起來 我覺得你很從面上看出來 這個到底是不是 大男或是渣女 眼睛是靈魂之瘡 也是眉目傳情 一般眼睛大的人 桃花真的比較旺 我比較口髒 男生不要刻意去把眼睛割雙眼皮 我後來才知道 有年輕人是為了敢流行 帥 因為眉毛是兄弟工 如果這個有一個刀 出事情就一點都不好玩 我想問 一樣的話可以去用霧霉去補足嗎 把它補足 適度的去把它補霉是可以 這樣 會這樣子嘴唇呢 聽說嘴唇好像不能歪形 我真的都歪的耶 那個是自然線 那你如果看我們拍那個症照 那個最準 左右邊其實不一樣 你如果偏哪一邊 可能你的習慣 所以你可以慢慢調整 所以我冷笑都這邊要改天 對 因為很多人去嘴巴打鍋尿酸 打比較厚 比較膨 這是好的嗎 還是不好的 醫命相學嘴巴 其實有兩個定義 一個是吃 吃就會影響你的健康 它也是性感的意思 對 影響你的夫妻關係 那老師 如果你做醫美的話 最不要做什麼是最好的 沒有特別說要做什麼 或要做什麼 而是依你自己個人的狀態 第一個 比例嗎 我是覺得比例要對 嗯 有的人說我鼻子不夠高 其實依我的眼光看 鼻子已經有夠高了 那除了你有三有八 因為我本來就強調 醫美本來用在附健用 增病或受傷 所以適度的 那其他化妝可以補足 我們盡量用化妝 這樣對運勢就會不錯 OK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新年快樂 我們總結一下 如果做醫美的話 一定是比例要對 不要太過大這樣子 對 好 謝謝老師今天 那我們就是 如果大家有什麼 任何問題啊 你的命運 跟你未來的走向的話 都可以來找老師 資訊在下方可以看一下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加追蹤 對不起 沒關係 就這樣結尾吧 OK